什么样的女孩能让渣男收心 一定是会收放自如 抓大放小的人 谈过各类前女友的花花公子陈小春 出去嗨到半夜回家 开灯一看 好家伙 女朋友还没回家 合着是自己被拿捏了 好不容易等到女朋友回家 还没来得及开口抱怨 就被对方一顿爆喷 搞得自己怀疑人生 这就叫做放 陈小春就是被这样的信息差拿下的 应彩儿可不是什么慈眉善目的小媳妇 爱笑阳光是真的 一点就诈也是真的 对你好是真的 牙字必报也是真的 这就叫做收 确定关系的第一步就是立规矩 一不准给女生留电话 二必须每天报备行踪 三睡觉前要说晚安 甜蜜漆定下的原则 男方多半可以做到 时间一长 陈小春也就自然把习惯延续下来了 对媒体曝光恋情这件事 也是硬彩儿的杰作 直接公开关系 索性都不用藏着掖着 恋爱三年 他甚至霸道地对媒体宣布 如果陈小春两年内不娶我 我就硬嫁给他 结果刚到两年 陈小春就去了 他对陈小春既有约束 却又不要求他尽善尽美 这才有了种 陈小春被吃得死死的感觉 成名后 陈小春性格乖张暴力 几乎和所有媒体骄恶 就因为他所有的创伤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治愈 但硬彩儿的出现 最大程度上 填补了这个无人问津的区域 陈小春说 他很野蛮 对我说话很大声 但他也会说 我是没什么人爱的 现在则有他们爱 表面上看 一物降一物 是爱情最原始的样子 可到底是谁想负谁呢 任何亲密关系里的掌舵人 都是释放能量最大的男个 一个自我认同度高的人 不会轻易否认真爱的存在 他硬彩儿 即使不嫁陈小春 也一定会很幸福